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记者将走进扶贫现场 去发现那里正在发生的扶贫故事 看看五年来精准扶贫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哪些改变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现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 只要有脱贫意愿 基本都可以通过产业扶贫 劳务输出的方式摆脱贫困 而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呢 全国各地也根据地方特点 有各种兜底的政策可以增加他们的收入 但是有一些贫困户却让扶贫工作人员跑断腿 磨破嘴 甚至让他们很头疼 这些贫困户为什么这么特殊 又该怎么办呢 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摇一摇互动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就可以获得惊喜福利 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我跟随湖南省城部苗族自治县的一支扶贫工作组去看望一位贫困户 他们告诉我 今天打的是持久攻坚战 这一说法我很好奇 这个贫困户贫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为他扶贫的阻力又是什么呢 在金铜山村 我们找到了姚家河的家 姚家河主要就是这个房子 这个啊 嗯 在这个房子 确实上面下小雨 姚家河今年52岁 是个身体健康的单身汉 他窝居在这个破旧的房子中 家里没有一件家具 你看这个 他屋子里面连个这个柜子都没有 就用塑料布包一下 把被子这样卷起来 也没有家具什么的 电器呢 电器没有 什么都没有 嗯 有灯吗 灯 这是啥灯 有个灯 哦 是这个吗 哦 就厨房里有这么一个灯 哦 那你晚上怎么办呢 姚家河靠打工为生 但是我觉得按照目前的工资标准 即使不能靠自己的能力盖新房子 也不至于生活的如此拮据 原来姚家河从不主动找工作 都是等人上门来找他 有活就干几天 没活就在家里玩 扶贫工作组了解到他虽然收入比贫困标准略高 但因为房子被评定为微房 符合贫困标准标准 因此今年被新增为建档利卡贫困户 当地政府将会在他家的原址上修建一个50平方米的新房子 并把路通到他家门口 同时还会帮他找一些增收的门路 给你安排外出工 你愿意吗 你一个人一来 两个人没有文负了 我就下次不去 养民负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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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良心你怎么为 未及那个资料我们都提供 我觉得姚家河可以配合劳务输出或产业扶贫政策 再帮助他把新房子盖起来 脱贫并非难事 为什么还要说为他扶贫是持久攻坚战呢 去打工 他就没文化 不识字 要养蜂蜜的话 他又没技术 要他养鸡的话 他又说没粮食 其实他还是思想没转变过来 他嘴上是同意 但是心里面还是有点打鸡蛋 扶贫工作组一致认为姚家河在找借口 事情真的和他们说的一样吗 要灭红的耳朵 来不服 没东西 我又怕 有一个养殖场 如果你愿意的话 到时我们跟你联系一下 看是不是可以 先到那里学学 继续 我又没钱走 我就住行路了 每天走你能兼职住吗 那要看什么天 要找日子落到日子 给谁了 山区的孩子走路去上学 每天都走两三个小时 游小波告诉我 其实从他们村到养鸡场是有班车的 他在用语言和我打太极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每次为他提出一个增收的办法 他都同意 但随后就会为自己不能做 找了一个借口 姚家和把自己的贫困归结于村里产业发展不到位 其实金铜山村已经有很多贫困户通过养蜂或养鸡成功脱贫 我们认为姚家和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从思想上不愿意付出劳动 那别人说你懒你认不认同吗 那别人有你搞 每个人有你搞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金铜山村 刚下车就有村民告诉我 姚家和被评为贫困户 他们并不服气 有村民告诉我 姚家和是这里的常客 来这里玩 要付给棋牌室钱 他有钱玩 却没钱还债 为了说服村民 扶贫工作组费了很多口舌 村民都反映他比较难啊 都是我们扶贫这些男人的 还是要想办法吧 如果他自己没有思想想转变过来 永远住不起来 为了彻底转变他的思想 扶贫工作组把姚家和从棋牌室叫出来 动员他去养鸡场看看 首先你有个人有个人 来把你搞讲解 要不讲解搞好你没个人就没笑了 你继续你就可以跟我们慢慢地交参的了 你变养变学了 当大家在给姚家和讲解技术要领的时候 我发现他好像没什么心思学 他不招 我们亲自两位 必须可以可以要他教你 为了说服他 秦伟和叫来了他带动的贫困户 仅仅三个月 这个贫困户就赚了好几千元钱 把成功增收的例子摆在眼前 扶贫工作组又承诺可以免费给他建一个鸡舍 先提供一千只当地土鸡的鸡苗 饲料及疫苗 养大了他可以自己卖再偿还成本 卖不掉由企业回收 每只给他四元钱带养费 这样三个月左右 他最低能收入四千元钱 如果想做一件事情有一百个方法 不想做一件事情有一百个借口 从姚家和因为来养鸡场学习路远 百般找借口推托 到现在自己主动说出了解决方案 我能看出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了 扶贫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 其实当地的扶贫工作已经到了攻坚的阶段 而他们说真正需要攻坚的还是人的思想 如何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成为扶贫工作中的一个攻坚点 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我在采访中发现 内生动力不足的表现 除了像姚家和一样懒于发展之外 还有些贫困户是不敢于发展产业 要是假如说我种的又卖不出去 那我本来资金就没有 是吧 那我不是把本搭进去了就没得那个了 是吧 就担心这个问题 的确 产业扶贫项目大量上马 更多人加入到各项产业中来 所生产的产品突然增加 销路问题如果解决不了 最终损失的还是贫困户 方凯是商务部财务司对外经济合作处副处长 一年前到城部苗族自治县挂职 担任副县长的职务 对于贫困户的这个问题 他花了不少心思 他们就一律重重都不愿意选择在这个服刑的过程中去发展产业 那么呢 就造成了一种现象 还是等着通过组织上 通过政府来给他们直接送资金 直接来帮他们解决他们生活困难 这就是造成了一种新时代的一种滥汉现象 那么我们现代的这些产业发展 必须要激发老百姓内生动力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我们就把新型的这种模式电烧引入到我们农村 房间里面的这个小伙子呢 叫周少礼 他也是当地一个建档利卡贫困户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房子 也是一个几十年的老房子 居住环境呢 是比较艰苦的 那么我们走到房间里面 看一下 这就是他的卧室 唯一的一个卧室 这里面很少的家用电器 这台电脑就显得特别显眼 那他用这台电脑在做什么呢 卖水果也卖 然后卖成果的特产也卖 然后我们都会通过我们的平台卖 平均一个月的话可能个三四千块钱吧 通过电商的方式 我们都知道电商首先你要把产品展示出去 展示出去的不是手 是一张图片 就是他只要接单了 可以拿接单的这个钱去上货 对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这里一年左右的时间 培训 直接培训的有1500人左右 这个效用大概我能直接产效于40%到50% 电商让不少原来不敢于发展产业的贫困户有了方向 但是那些不会电脑知识的贫困户 怎么能搭上电商的便车呢 这家农业带动了1500多名贫困户 养了10万多只鸡 产量的骤增曾经一度让他们犯了难 那之前的话 我们都是传统的方法去卖 我们这个市场的话 应该是在最多小的厨艺 万把只吧 然后现在也很鼓励电商 我们就在网上找了一些渠道 电商的话 这块的话可以赚到80%左右 另外还可以通过村口店 将老百姓的农产品通过简单包装拍照上传到网上 线上线下同时进行销售 这样直接把当地农产品与全国的大市场对接 现在我们通过电商销的农产品应该占到了我们整个权限的一半以上了 对于老百姓来讲 他认为只要是我的鸡能卖出去 这就是最基本的保障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老百姓对市场有认识了 他就认为只要是能够最大潜力的挖掘我的附加值 在包装上 在功能上大做文章 现在他们的这个市场观念也得到提升 在采访中我不断听到一句话 就是扶贫要先扶制 而方凯告诉我 这个志其实不光是志气 要想扶贫 首先扶的是志 这个志就是观念 我觉得我们以前可能因为交通闭塞 思想不那么解放 但是现在由于各方面的基础条件都变好了 所以说利用先进的手段 给大家灌输新鲜的概念 新鲜的理念 让大家的思想转变不是困难也不是问题 懒汉怎么服 通过采访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转变懒汉思想 从要我脱贫变为我要脱贫 主动配合政府的各项扶贫政策 发展中要逐步接触市场 不断更新自身的生产经营理念 才能彻底告别贫困 没有人甘愿受穷 所谓懒汉肯定也不会喜欢受穷 他们看起来是懒一些 主要还是没有能力 没有资源 迈不出第一步 要服这些人的志 不能简单指责 先要顺着他们的眼光看问题 看看他们究竟害怕什么 瞄准了问题所在 缺胆的让人带 缺技术的让人教 缺机会的跟大伙一块干 总还是能找到一些办法的 在脱贫的路上 不能落下一个贫贫户 有些人主观上的问题是多一些 需要我们想更多的办法 要不怎么将扶贫攻坚 欢迎回来 秋收农忙时节 忙归忙 可在农民朋友对于安全问题 可不能大意 比如说在使用农机的时候 如果操作不当 或者平时对农机缺少必要的维护 都有可能发生危险 近日在湖北省隋县 军川镇光河村 有一名女子因为操作不当 把手卷入了收割机里面 据了解 这名女子在收割稻谷时 由于收割机仓储内粮食 无法正常向外输送 她就贸然伸手去弄 导致手掌被收割机的一轮角住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 立即对她左手实施了局部麻醉 缓解她的疼痛 操作空间太小了 为避免强行破拆机器 给这名女子造成二次伤害 救援人员对收割机逐层进行拆解 20分钟后 救援人员将绞住女子手掌的滚轴 成功拆解 在现场 医务人员给女子简单清理伤口后 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乡亲们 在使用农机之前 要认真了解说明书上的内容 操作的时候 要做好个人防护 并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平时对农机也要做到 请检查 请保养 一旦发生 像机器家手等类似的事故 应该立刻切断电源 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全长两米半 重300多斤 五个撞小伙才能翻得动的大坝鱼 您见过吗 最近在山东青岛 一直经营海鲜生意的石东磊 就收购了这么一条 刚刚被捕获的大坝鱼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山东青岛一春路 农贸市场一处海鲜摊位上 这条大坝鱼成了大明星 被围观的人用手机拍个不停 有消费者表示 这个大家伙已经成了朋友圈里的网红 今天看朋友发了个朋友圈 所以来买点东西 再来看一下 最好大鱼 稀罕 真稀罕 这条大坝鱼 体型比一般的金枪鱼 都要大许多 有人张开手臂丈量 都够不着大鱼的全身 经现场测量 这条鱼长2.58米 宽0.52米 重300多斤 随后五个撞小伙上来给他翻个身拍张照 没想到这个大家伙可把大家累得不轻 鱼店老板石东磊告诉记者 这条大坝鱼是近日从朋友那里收来的 其实这已经不是石东磊第一次收获大鱼了 前几天 石东磊还从渔民手中收来一条超过100斤的大坝鱼 近几年来 海洋渔业资源逐渐得到修复 渔民们出海也不断捕获到大鱼 尤其是今年历时四个多月 史上最长也是最严的休余期 更是给了大海充足的休养生息时间 今年的霸鱼到鱼特别便宜 就是比钱多很多 就能看出来 这鱼就能看出来 你钱那么大的根本打不到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三农石磊 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布计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 联席会议召集人 农业部部长韩长复在会上强调 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 各成员单位要加强研究 制定税收 财政 金融 土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推动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了关于创新体制机制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这是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 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文件 也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农业绿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要求大力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把农业资源利用过高的强度降下来 把农业面源污染加重的趋势缓下来 意见首次提出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总体目标 以前提出耕地数量不减少 耕地质量不降低 地下水不超载 三个过 同时也提出了农药化肥 使用量零增长 两个零 还有农业的灭然污染 主要是续群粪污 结杆 还有地膜 以及其他的农业包装物等等的全面的利用 意见的出台将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是世界生猪养殖大国 生猪年初蓝量占到世界总量的48% 猪瘟在我国被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在其他很多国家也是动物疫病防控的重点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猪瘟实验室 在猪瘟治病期里 疫苗研制使用 综合防控技术集成师范等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很多方面已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 今年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猪瘟实验室 被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确认为 OIE猪瘟参考实验室 中国发明的猪瘟兔化入毒苗 在全世界消灭猪瘟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猪瘟研究部分 被OIE认可为全球八个猪瘟参考实验室之一 是对中国猪瘟研究水平的一个认可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这样 小辣椅更多的节目信息 查询忙期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农市网 农市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还有移动客户端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央视网查询浏览 提供新闻线索 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请关注聚焦三栏目的官方微博微信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